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6月8號 政生書院的校監崔康祥就證實 政生書院將會起7月7號停運 特區政府就表示強烈譴責林希勝、陳紹卓 以及政生會惡意炮製這次所謂的停運事件 特區政府就說至今相關部門 仍未有收到政生書院的正式通知 如果政生書院停運責任存在被通緝 並且逃離香港的政生會前董事 包括林希勝以及陳紹卓 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政生會 他們砌詞狡辯、罔顾事實 而將不願意解決營運資金的問題 毀過於人的不負責任行徑 實在令人不恥 特區政府就說 政生會至今仍未能解決自身問題 並且健負對員工發放薪酬的責任 禁讀基金在今年3月已經破例撥出一筆超過180萬元的應急援助金 以解學校延微資金 幫助即將要應付公開考試的同學完成學業 可惜個別被通緝人士仍然執迷不悟 多次以不同的借口阻礙調撥銀行帳戶內的資金 被政生書院維持運作 政生會以及政生書院都是私人機構 加上部分書院學生已經畢業 由禁讀基金長期為他們的惡意行為埋單結帳 並不合乎公眾利益 亦都會助長在逃人士繼續他們的不負責任行徑 特區政府又說 一直將政生書院私生福祉置於首位 禁讀署聯同教育局以及社會福利署 月前已經聯絡所有的政生書院學生的家長 以及監護人 並且一直保持聯繫 了解學生的需要 並且為他們的未來提供合適的方案 包括輔導、升學選項 以及其他適合個別學生的安排等等 禁讀署將會繼續統籌相關部門 為學生提供最適切的協助以及安排 政府十分重視介讀治療以及康復服務 服務並不會受到政生書院停運影響 在下一則生活類的消息 近年廣售香港人歡迎的內地三號超市 起昨天就推出直遊香港服務 市民不用北上就可以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購物 送貨來到香港 可能再對香港本地零售業帶來衝擊 有議員就直言這一個是對業界的再一次大挑戰的 根據安排 三無直遊的快遞配送涵蓋本港所有地方 還講到每日下午一點截單 若果起一點前落單 貨件會起第二日送到 來到部分地區就要隔日送到 除了內地禁止出口 以及香港禁止進口的商品之外 其他任何商品都可以配送 不過冬肉以及水果 就不包括起配送範圍的 三無直遊分為送貨上門 以及自提取貨兩種 其中自提取貨系統就會 根據香港客戶提供的收件地址 再推薦合適的自提點 方便一些打工仔 平時上班收工的時候去收貨 其實就是類似淘寶 老實講 只不過運的速度更加快 至於運費方面 三無直遊分的送貨上門運費 第一公斤收三十元人民幣 之後每增加一公斤就加收四個半 以此類推 不足一公斤也都按一公斤計算 自提取貨就第一公斤十八元 每增加一公斤加收四個半 以此類推 也都是不足一公斤按一公斤收費 另外 三無直遊香港的訂單 沒有就著每筆交易規定最低消費 以及購買數量 但是最高清關金額為五千元 超出限額將會無法落單 顧客可以透過包括 AliPayHK 支付寶 微信支付 獲買禮品卡 中國銀聯 即是雲閃庫等等 香港人常用的支付方式來結算 但是暫時就仍未能支持信用卡 Payme 又或者是八達通等等 退換方面 由於是跨境零售出口 受到清關政策所限 跨境配送到香港的商品 若沒有品質問題 不能夠退換 如果遇到商品破損等的品質問題 顧客可以在三無系統填寫資料 申請退貨 報道也提到 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嘉輝 接受訪問的時候就表示 山母開通本港的藉由服務 相信會對本港零售業界 帶來再一次的大挑戰 他就指 香港人在內地購買食品 以及日用品日漸普及 政府有需要在把關上做更多 因為過往不時有市民外遊之後 因為攜帶食品進口 而不小心違反了檢疫規定 而且大量食品直接運港 有機會繞過本地的食物標籤 以及食安等的規定 可能會對本地業界不公平 他就反問 是否本地零售商都可以在內地發貨 繞過有關的規定呢? 他就認為 本港零售業目前面臨 和租金以及人力成本方面的挑戰 商戶以及發展商以及業主 應該適時討論租金的水平 他就建議政府檢視目前服務業 輸入外勞薪金水平 要達到工資中位數規定 以減輕營運成本 對於這個事件 Simon 都認同 是會對香港的零售業界 帶來再一次的大挑戰 但是有些說法就說 不時有市民外遊之後 因為攜帶食品進口 而不小心違反了某些規定 對於這個說法 我又不太認同 因為其實報道裡面都有說 內地禁止出口 香港禁止進口的商品是不做的 凍肉水果他們是不做的 很明顯 山姆是想過 什麼產品可以運到香港 所以以我的理解 山姆 你喜不喜歡山姆這件事 他不是傻的 是大集團來的 不是小公司 這些法律問題 他應該是懂得釐清的 所以運得給我的 那些應該是合法的 應該不存在什麼違規 犯法的問題 另外就是 確實的 你說對本地的食物標籤 香港食安規定這些 可能真的 香港人又習慣香港的食物標籤 如果你說政府是不是增加一些規定 要求他們是要貼香港的食物標籤 就值得去想一想 我都支持的 畢竟我們都習慣我們那套 但是你說對本地業界算不算是不公平呢 我只可以講這一種就是 新時代的競爭 網購平台 跨境運送 我簡單講兩句 這個什麼山姆直運香港 他第一項最大衝擊的 可能是HKTV Mall 香港本地的網購平台 如果你有這種競爭 別人那種東西是合法的 然後可能他又開條拉出來 可以在內地發貨 然後也是選擇一些 怎樣很有競爭力很高性價比的產品 從而對香港市民來講 作為消費者我多個選擇 然後有效地降低生活成本 這些對市民來講 消費者來講 都是好事居多 在下一則消息 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艾丹就說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已經將以色列軍方列入全球侵犯 而同罪犯名單 對此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胡 就發表聲明 認為聯合國將以軍列入 傷害衝突地區兒童的黑名單 是支持哈馬斯的行動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就批評 艾丹通過社交媒體 提前洩漏報告內容 令人震驚 而且無法接受 這個艾丹通過社交媒體 說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已經將以軍列入全球侵犯兒童罪犯名單 他還說他在當地時間6月7日被正式告知這個決定 在這個名單包含一份關於兒童與武裝衝突的報告內 該報告將會在6月14日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 據悉這份報告涵蓋了殺害、殘害、性虐待、綁架、招募兒童、拒絕援助准入、以及襲擊學校、以及醫院等問題 目前尚未清楚 以軍被指控實施了哪些違法行為 艾丹就說古特雷斯這個決定是可恥的 這樣說 有分析認為聯合國這樣做可能會嚴重損害以色列的國際外交地位 並且將會引發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武器禁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就發表聲明 說聯合國將以軍列入傷害衝突地區兒童的黑名單 是支持哈馬斯的行動 那麽只會將他自己拉入歷史的黑名單 內塔尼亞湖又說 以軍是世界上最道德的軍隊 還說聯合國的任何決定都沒有辦法改變這一點 另一方面 巴勒斯坦總統的發言人就說 聯合國的決定是朝著讓以色列對他的罪行負責的正確方向賣出的一步 又認為以色列一早就應該被列入有關的名單 另外 在當地時間6月7日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就表示 艾丹通過社交媒體提前洩露聯合國將以色列軍方列入聯合國記錄嚴重侵犯兒童的年度報告中的全球侵犯兒童罪犯名單 這是令人震驚而且無法接受的 發言人還表示 提前將這個情況告知給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 是聯合國對首次出現該名單上的國家的傳統 告知是出於禮節性目的 對於以方的行為 發言人就表示 在我24年為聯合國服務的生涯裡面 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的 按照原定計劃 該報告是將會在6月14日提交給安理會 並且在18日正式對外公佈 26日安理會將會舉行相關的公開辯論 報道還提到 根據巴勒斯坦衛生部所估算 至去年10月新一輪巴爾衝突爆發以來 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已經導致14000多名的巴勒斯坦兒童遇難 幾千名的兒童受傷 在下一則仍然是加沙地帶的消息 當地時間7日晚 加沙地帶媒體辦公室就召開新聞發佈會 就著日前加沙中部一個難民營當中的聯合國機構 下設的一間學校 遭到以軍空襲的情況作出進一步的說明 並且對以軍聲稱空襲當中的死者是武裝人員的說法進行駁斥 以軍起6日就聲稱這一次空襲打死了20至30名藏身學校的武裝人員 並且公布總計17人的死者名單 表示相關人員都是哈馬斯以及傑哈德的組織成員 對此 加沙地帶媒體辦公室就表示 以軍對這個難民營的空襲造成了40名民眾的死亡 當中包括14名的兒童以及9名的婦女 以軍公布的17名死者名單存在巨大錯誤 當中包括了3名尚在人世的加沙民眾 3人當中還有一個因目前根本就不是生活在加沙 另外名單入面還包括多名在這一次空襲發生之前 就已經在不同地區不同時間死亡的加沙民眾 加沙地帶媒體辦公室一一公布了上述的人員 以及在空襲當中死亡的兒童名單 加沙地帶媒體辦公室就指責以軍虛構名單 宣揚謊言誤導輿論 自在掩蓋他打死平民的事實 以軍就聲稱打死17名武裝人員 實際上死者卻是包括婦女以及兒童在內的平民 加沙地帶媒體辦公室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賦予國際社會譴責以色列針對加沙地帶人民的屠殺 以及種族滅絕 並且認為以色列以及美國政府對目前持續發生的罪行 負有全部責任 根據巴勒斯坦媒體報道 已軍起6日凌晨轟炸加沙地帶中部的一個難民營的一間學校 造成至少32人死亡 幾十人受傷 當中多人重傷 另外媒體報道還說到西班牙在6日就宣布將會加入南非的行動 向荷蘭海牙國際法院起訴以色列 起加沙實施種族滅絕 是首個參與有關行動的歐洲國家 之後包括哥倫比亞以及墨西哥在內的幾個拉丁美洲國家 也都加入了南非的訴訟 再下則消息 烏克蘭和平峰會將會在下個週末舉行 聯合國發言人就表示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是不會參加的 聯合國將會派出適當級別的代表 峰會的所有各方都已經得到通知 日前烏克蘭就表示已經有107個國家以及國際組織 確認將會出席今個月15、16日舉行的和平峰會 而俄羅斯就未有獲邀出席 中國就決定不參與 就指峰會難以具備俄烏雙方認可 各方平等參與 以及公平討論所有和平方案 這三個重要要素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也都會缺席 改由副總統賀錦麗作為代表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坦白說今天的消息是比較沉重的居多 國際消息 我亦都希望相關的消息能夠給更多人了解多些資訊 希望你能夠分享出去 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三下期再見